第六天 史无变有的信心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史无变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门世人的父 如今上所记 我已经立地做多果的父 主啊 你是可信的神 我的盼望 信心的源头都在于你 求你将亚伯拉罕的信心赐给我 相信你会使死人复活 史无变有 主啊 让我挪去一切祷告和传福音的拦住 无论是工作 时间 人等各样因素 我都要凭着信心一一克服 使我像亚伯拉罕一样专心信靠你 如同你所应许的 你要使我做多果的父 我在祷告中已经看见 我将拥有许多属尼的产业和子孙 我的亲友要被你得着 成为你的儿女 第七天 不灰心的祷告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亲爱的主 感谢你是取听祷告的神 当我为我的亲友祷告时 求你把乐切的心和不放弃的行动给我 让我持守祷告 不断的关怀 展开福音行动 使我不惧怕我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让我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相信我的亲友一定要得救 主啊 你听见我向你恳切的呼求 我会为我的亲友祷告都达到你的面前 确信你的救恩必要临到我的亲友身上 第八天 成长的信心 耶稣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以你借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主啊 求你给我一颗不疑惑的心 当我宣告我的亲友得救时 他必定得救 让我相信 宣告你的话 莫想 知取你话语的应允 我的信心必定成长起来 开始时虽像借菜种 但最后却仍长成极大 主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丰富 阻挡我的亲友信耶稣的一切黑暗势力 邪恶捆绑都要挪去 我的亲友要寻求福音真观 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第九天 神愿人人得救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眼 其实不是单眼 那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伦沉沦 来愿人人都悔改 天父啊 感谢你 我知道时候日期都在你的手中 你绝不悟视 相反的 你宽容我的亲友所犯的一切过错 你要赐下悔改的心 使我的亲友回转来到你面前 你的心意是不愿我的亲友沉沦 你不要我的亲友活在撒旦黑暗里面 至尊走向灭亡的命运 你要在我的亲友的生命中掌权 使我的亲友有得救的智慧 使我的亲友认识耶稣 是他生命唯一的救主 得着光明的盼望 第十天 神拯救罪人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 亲爱的耶稣 你见世为人 就是为了要拯救我的亲友 把我的亲友从黑暗 罪恶 疾病 死亡 恐惧 压制你 带出来 你细细地寻找我的亲友 知道把我的亲友找回 把我的亲友带回你的家中 主啊 你永不放弃我的亲友 我的亲友是你宝贵的孩子 你拣选我的亲友 求你是我的亲友 明白你的爱 不被撒旦和世界牵引诱惑 不在外面流浪 我的亲友要好像浪子一样 悔改 悔转 回到父的家中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